Ui方面我们也分成三点来讲 第一点就是它的控制中心跟通知中心分开了 像你在上方的右边下滑就是它的控制中心 你可以控制不管是设备还是它的超级终端功能 都从这里开始 然后你在左边的上方往下滑就是它的通知中心 以往来想这两个都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点就是它的卡片画 包括它的大文件夹功能 比如说现在来讲 它的大文件夹都是直接就是在一个大文件夹家里 像iOS一样你可以直接点进去 你要看什么就直接点进去了 以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就是像它原来一样 变成一个小文件夹 当然也可以选择就是让它显示成大文件夹 这都是随你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上滑卡片功能 只要是这个应用这边带一个一小横的这个就说明它是一个上滑卡片 你可以往上滑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它的小卡片 包括各种内容的你也可以那个具体看是哪个 如果想知道具体是哪个的话你就可以点进去 其他就直接到了你这个具体的是哪个团队的进入了 第三点就是它的复一屏功能 复一屏其实我用的比较少 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像它这种复一屏的里面这种各种卡片都是可以自己选的 不管是这种可以选大选小 包括你如果不想要这个功能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移除掉 最后移除掉的话 基本上所有都是可以删除的 只有这个符号它是没有办法删除的 但是它其实也还好也不会给你推荐一些比较烦的一些新闻之类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这种 包括我刚才给你们演示的这种天气 它也是可以就是选择小卡片之类的服务卡片 你可以选择选择各种各样不同的卡片 我感觉UI功能最让我感到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这些吧 没有其他的一些变化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 它的涉及到它一些分布式处理的超级中端功能 现在适配了鸿蒙的第三方硬件 目前华为只给我推了三个 一个是优酷 然后又是新浪新闻和央视影音 我们就拿优酷来做一个例子吧 优酷 比如说我在手机上的优酷 我随便打开一个优酷 然后我随便打开一个吧 这个时候我直接用超级中端功能 直接把它转移到平板上 看如果是鸿蒙的应用 它就会直接就是这边显示 会有一个优酷的符号 就相当于就是你直接在平板上打开了这个优酷了 这个时候你哪怕手机上就直接把删掉就可以了 它会直接把任务转移到这个平板上 但是这个功能目前只对鸿蒙应用才有用 那么的话如果不是鸿蒙应用 比如说B站它现在还没有适配的话 你这个时候随便如果你看一个视频 那你就可以是这样的 就直接相当于使用多屏鞋棚功能吧 直接把它转移到平板上 但这个时候还是手机做什么 你平板就做什么 只不过这个时候应该是 我想应该是刚刚上了鸿蒙就有这个功能了吧 就是你把这个视频放到最大 手机上的这个B站它就会自动的退到你的内存上去 然后你手机上不管做什么也不会受到影响了 只要你别把后台的这个Bilibili给关掉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重新就是控制这个电脑 你就可以重新点这个Bilibili 而且这个时候它其实不光是把一个视频给投到了平板上 它其实是把整个应用感觉就是弄到了上面 因为这个时候你事实上可以做很多东西 哪怕是这样子都可以 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要弄回来 你就直接再点到这个平板的后台 好的你就重新获得了这个就是 重新的控制权了 好我讲的不太清楚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 UI方面我们也分成三点来讲 第一点就是它的控制中心跟通通中心分开了 像你在上方的右边下滑就是它的控制中心 你可以控制不管是设备还是它的超级中端功能 都从这里开始 然后你在左边的上方往下滑就是它的通通中心 以往来想这两个都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点就是它的卡片化 包括它的大文件夹功能 比如说现在来讲 它的大文件夹都是直接就是在一个大文件夹家里 像iOS一样你会直接点进去 你要看什么就直接点进去了 以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就是像它原来一样变成一个小文件夹 当然也可以选择就是让它显示成大文件夹 这都是随你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上滑卡片功能 只要是这个应用这边带一个一小横的这个 就说明它是一个上滑卡片 你可以往上滑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它的小卡片 包括各种内容的 你也可以那个具体看是哪个 如果想知道具体是哪个的话 你就可以点进去 其他就直接到了你这个具体的是哪个团队的进入了 第三点就是它的复一屏功能 复一屏其实我用的比较少 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像它这种复一屏的里面这种各种卡片 都是可以自己选的 不管是这种可以选大选小 包括你如果不想要这个功能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移除掉 最后移除掉的话 基本上所有都是可以删除的 只有这个服务号 它是没有办法删除的 但是它其实也还好 也不会给你推荐一些比较烦的一些新闻啊之类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这种 包括我刚才给你们演示的这种天气啊 它也是可以就是选择小卡片之类的 服务卡片 你可以选择选择各种各样不同的卡片 然后我感觉UI功能最让我感到差不多 就基本上就是这些吧 没有其他的一些变化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 它的涉及到它一些分布式处理的超级中央功能 现在适配了鸿蒙的第三方硬件 目前华为只给我推了三个 一个是优酷 然后又是新浪新闻和央视影音 我们就拿优酷来做一个例子吧 优酷 比如说我在手机上的优酷 我随便打开一个优酷 然后随便打开一个吧 这个时候我直接用这个超级中端功能 直接把它转移到平板上 看如果是鸿蒙的应用 它就会直接就是这边显示 会有一个这个优酷的符号 就相当于就是你直接在平板上打开了这个优酷了 这个时候你哪怕手机上就直接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它会直接把任务转移到这个平板上 但是这个功能目前只对 只对这个 就是鸿蒙应用才有用 那么的话如果不是鸿蒙应用 比如说B站它现在还没有适配的话 你这个时候随便如果你看一个视频 那你就可以是这样 就直接相当于使用多屏鞋棚功能吧 直接把它转移到平板上 但这个时候还是手机做什么 你平板就做什么 只不过这个时候应该是 我想应该是刚刚上了鸿蒙就有这个功能了吧 就是你把这个视频放到最大 手机上的这个B站它就会自动的退到你的内存上去 然后你手机上不管做什么也不会受到影响了 只要你别把后台的这个Bilibili给关掉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重新就是控制这个电脑 你就可以重新点这个Bilibili 而且这个时候它其实不光是把一个视频给投到了平板上 它其实是把整个应用感觉就是弄到了上面 因为这个时候你事实上可以做很多东西 哪怕是这样都可以 这个时候你如果想弄回来 你就直接再点到这个平板的后台 好的 你就重新获得了这个就是储蓄的控制权了 好 我讲的不太清楚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